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严肃的中年人 这位就是中国资深的前法官 著名的政治犯大陆的 他叫李建峰先生 我们请他谈谈 关于刘晓波和刘晓波的病情的情况 李先生 请您说 你好 不少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来自各方面的朋友 向我打听刘晓波到底是怎么死的 说句实在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但是我可以说说 政治犯在监狱里面遭受的非人的折磨 因为这些经历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 政治犯与其他犯人相比 地位极其低下 受尽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折磨 以我而言 一路间马上就被50个警察 围着我们10个同行犯 这个报答 我们稍有挣扎 这个又换来了将近200个警察 对我们进行镇压 当天我就被他打了昏死过去 休克过去 轮到冰冷的水泥地上 到了差不多一天左右 才慢慢慢慢苏醒过来 当时是2月份 这个寒气逼人 被他冻醒 那么在监狱里面也做了 这个最低档 劳动强道最大的工作 那么长期以往 任何一个好的身体 都受不了这样子折磨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刘晓波完全有可能是 被这个延误治疗折磨死的 我们知道刘晓波 入狱的时候 我们没听说过 有什么很重大的病情 但是为什么现在已经到了癌症 而且是不治的时候 才被保外就医呢 以我所知 就我本能而言 当时在监狱里面 我得了病 医生不让治疗 不是医生不让治疗 监狱方面不让我治疗 甚至连监狱里面的医疗所 也不让我去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我已经病了休克了 这个全身涨满 缓挡 也尿都像这个茶的颜色一样 有七天没吃饭 就喝一点点水 他说我们派你去到医疗所 会策划那些医生 这样子的理由就是说 把我硬拖下去 最后我分死过去 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段 对付政治化 让他死在牢里面 那么还有一部分刑事化 给他拖了 快死了 最后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也没有几天 最后就是死了 但是这样子 那样子 严无之聊 再一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被毒害死了 按照我们的想象 下毒 似乎下什么毒药给他吃 或者那什么药丸给他吃 骗他吃 这当然是一种情况可能存在 但是我们最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 就是通过食物 通过生活必须品 让你中毒 慢慢死亡 比如说 监狱里面用的那些大米 是招标的 这个招标的一斤才几毛钱 这个大米从哪里来呢 是就战备粮 战备粮换在这个仓库里面 换了十年 八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这个米拉回来的话 全部是黄色的 怎么办呢 到了这个火黄里面 就用火黄里面 用漂白水漂白以后 用这个双氧水 漂白以后 再给犯人吃 颜色是漂白干净的 毒素是没有 漂白干净 大家知道黄曲霉素 是强烈的致癌物质 这种犯 连吃了十年半年 能不得癌病吗 我所知道的 我们身边的许多犯人 就得了这个肝癌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癌病而死 当然饿死了 那么有的是得了其他这个什么肾病啊 之类的 基本上坐牢坐了十年半年以后 整个身体就夸了 所以说我们有理由怀疑 这个刘晓波就是被延误治疗 或者就是被毒害 这个死的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温水煮青蛙 看不出好像对他直接下手 实际上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让你死在监狱里面 出去以后 即使你能出去也是一个废人 没有社会影响力 也不能跟他做对了 他是用这种方法 给你处以此心 相比之下 监狱里面的许多贪官 享受的待遇是非常好的 我所知道的原乎建省委 这个宣传部长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金乎生因为贪户坐牢 进监狱 三个户型人员陪他打麻将 平时要出去的时候 用监狱的警车给他送出去 跟他老婆相会 然后在这个送回来 吃的有冰箱 有彩电 有空调 吃的是专用的这个冰箱 里面换的这个东西 都是外面买进来的 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 很强烈的对比 这说明什么呢 在中国政治化 在这个共产党的眼里面 危害性要比这些贪官污逆 危害性要大得多 所以在中国贪户横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 从以上这个情况 我们已知道 我想这个各位观众 大概已经也知道了 刘晓波为什么会死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这个李建峰先生 刚才的介绍 中国这个黑监狱的情况呢 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 另外呢 这个国际反酷刑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 也一再强调 中国在监狱里面 对这个犯人 对一些这个受到刑事处处理的一些人员的 这个不良的这种待遇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从刘晓波这一次 换这个晚期肝癌 保外就医这件事情上面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一会儿呢 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活动的情况呢 再继续给大家做详细的报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